各位好,今天9月9号,我是五月三人 吃了吗?您的 为什么有人很多人问我 说总是问这句吃了吗?您的 其实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北京这一块 或者是很多地方人一见面的一个问候语 为什么?因为中国人能吃饱饭的时候 其实没多少年 今天是个挺重要的日子 45年前的今天,毛泽东死了 说实话,死的晚了 早死10年,说不定我们现在不是现在这个景象 但是很多人已经忘记,忘了这件事了 我早上随手就刷微博 看见有一个朋友就说了,已经过了45年了 很多人就不知道,说你今天生日 然后这哥们就没说话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已经知道 很多人都不太记得这个日子 他死了,毛泽东死了 此人,先帝爷 今天是45年前的今天 魂归天国去寻找马克思了 但是我估计呢 万一他们在那块 当然先帝爷不懂外语嘛 不太懂外语 可能在他们那个共产主义天堂里呢 这谁,马克思呢 见着他呢,应该可以无障碍交流 毕竟他是,是吧 大家都是一顶电波了,灵魂 但是很有可能呢,马克思一脚就会把先帝爷给踹下去 对吧 先帝爷所谓的自己是什么马列主义的信徒 共产主义的信徒 他根本就完全跟人家的东西不搭接 这是我读完真正马克思著作之后才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包括所有这些后世打着马克思恩克思两位老人家 这个学说的人 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马恩的弟子 你包括斯大林 包括列宁 包括毛泽东 包括波尔布特 没有一个是 全都是按他们话讲叫修正主义 那老毛这死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文革终于可以结束了 那就是说45年前的今天老毛一延弃 一个多月之后大概是10月16号吧 然后就粉碎了四人帮 然后就拨乱反正 这个又过两年老毛亲自指定的这个接班人也被拿下 还国风 然后就把这个文革算是真正结束了 八十年代初我们开始改革开放 今天我能够坐在这里 那诸位能够坐在您这个不论是电脑还是手机前 听我道了这段话 是起自于那个时代 老毛的死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一个人死的如此之有价值 那就只能证明两件事 第一 这人足够坏 第二 他死了之后才能够让别人腾出生存的空间 那从这种意义上讲 说实话 他这个死确实是对中华民族是有巨大贡献的 当然了 但在之前他伤害的东西就更多了 当时就是今天不想跟大家聊的特别 就是因为文革的这些东西 如果您能够上这个维基百科什么东西 你可以自己去看 我就是从一个个人的一个角度在聊聊文革 在文革的时候 我爷爷就死于文革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原来节目里说过国民党的军官 虽然他跟共产党基本没怎么打过仗 但是你既然是原来国民党军官 虽然那会儿你起义了 跟着你的长官起义了 然后你在这边成为 比如说什么再回到工业工业企业 然后成为某个厂的成长 然后怎么样 他依然受到冲击 他就死于文革了 在文革之后 还给我们家所谓落实政策 还补了点钱 我记得没多少钱 几千块钱 可是那个时代几千块钱真的是不算少了 这个币值还是很高的 对吧 但是你也没 你花钱 你买不着什么东西 等于是我们 我因为你要说我因为爷爷去世 我没见过爷爷 爷爷去世而恨文革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描述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我父亲基本上不跟我说文革的事情 我们家他有时候很偶尔的跟我说两句 我知道这件事情 为什么 在文革被打怕了 我父亲是文革前的大学生 他在文革当中 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受到了冲击 这种冲击 就是给他造成了一个非常深的印象 就是我们 你想我们家是一直以来 我们是降文之后 我们是当年敢拿着枪去负面作战的这种人家 我们是有这种血脉的 论说起来胆不会小 但是文革这十年 居然能把我父亲 从一个就我们所谓降文之后 变成了一个就是尽量的不谈这些各种政治问题的一个人 不但不谈政治问题 甚至连书都不看 他只看自己的专业书 或者有的时候看看北京晚报之类的东西 他从来不看那些烂七八糟的书 这后来一想您话说到这儿我还真是真是学到我老爹有点意思 他这个行为跟咱们胡锦涛书记很像 胡锦涛书记当年在中兴报的时候 跟接近他的这些朋友们就说过他的家里的环境 他除了马列的著作 马列 什么斯大林 什么毛泽东 这些著作之外 正统著作之外只看两包一看 家里那真是没什么其他书 都是特别正统的一个人 那我父亲当时不会看那些玩意儿 但是他也一直就是这么多年了 谨小甚微的活着 就那十年给闹了 然后他就不太 他也不去去读那些奇怪的书 对吧 他跟我不一样 怎么说呢 就是这是文革给留下的巨大的印记 这种印记一直也就留在我们国家当中 说起来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真的挺有意思的 为什么呢 不但是中国弄一文革 然后西方也弄一个西皮士运动 这东西它两个时间段几乎是重合的 这很有趣 为什么呢 就是后来有学者去研究这事 一种说法啊 就是说正好那个时间段 那个时间段呢 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二战结束之后 那正好二十多年了 年轻一代人呢 开始成长 二人之后不是因而朝吗 那一代人成长了 那一代人成长 就是他正好出一个逆产期 这个时代就给了他们这种发泄的一个机会 只不过呢 两者的发泄不太一样 嗯 这个这种发泄呢 就是东方和西方呢 它有一个巨大差异 西方的西皮士运动 哎 虽然是说更多的是那个要做爱不要作战 这种口号他们没有对社会的结构呢造成极度的破坏 虽然是说他整个让西皮士运动所带来的东西冲击了西方的社会让他有一定的改变 但是他那种改变呢是温和的 但是呢 这个中国就不然 中国呢是一个极度剧烈的破坏 十年 十年浩劫嘛 连共产党自己都说这是十年浩劫 对吧 但是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 这个呢 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去反思文革 他就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历史条目 给它搁在那了 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啊 对吧 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啊 一定不是说我们这帮人去弄去 或者包括袁腾威老师啊 包括这所有的这些所谓反贼们 我们没有什么历史虚无主义可言 您知道 我们是想知道历史 但是呢 你这个历史啊 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者 他呢 让这段历史 他最好能够消失在大众的记忆当中 他不会去反思 他也不会去把真相告诉你 虽然现在真相有通过各种的研究已经开始了 但是呢 他基本就不会在官方跟你说 就是做出了一个决定之后 你就干嘛干嘛去吧 这段咱就过了 咱们的记望开来往前看 所以呢 当时啊 就是习就是当今当今圣上上台的时候 就是说呢 说这个前三十年跟后三十年相互不否定的时候 就很多人就觉得很惊讶 说哎呀 说怎么这什么路说 我们原来这个这个七六七 应该是七六年吧 整好这拨乱反正 是吧 把文革给弄了 那那这这十年包括包括不包括在那个前三十年里啊 那这个问题其实是无解的 但是呢 在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来看呢 就是说那三十年 他自然而然 他也有了具体的这种伟大成就 对吧 我叫宣传伟大成就嘛 然后呢 跟后三十年呢 是不怕割裂的事情 说起来呀 这话呀 我必须说啊 咱当今圣上啊 是这个呢 真的是有这个怎么说呢 他说的是没错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啊 从来就是从来啊 就是我党就没有把这个文革跟自己完全的分割开 对吧 你不论是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 是吧 还是对这个文革的这种就是完全的遮盖性的啊 这个历史 那他跟后来是不能分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如果一旦分 对吧 您见哪个哪个朝代 他把那个开国先帝也排位拿来当匹币烧了 他能够后世能够坐稳江山呢 这不可能坐稳 为什么呢 是因为前面你把开国的先帝都给干掉了 对吧 他是一个不合法的或者是出了大错 你后来的统治合法性出问题的 对吧 原来我跟大家介绍过 一般来讲呢 是两个合法性来源 第一个合法性来源呢 是血缘 血脉 中国外国概国能外 对吧 那中国呢 也是这个 原来这皇帝 他这个开国了 然后血脉一代代传承 大家认可这件事情 你时间够长 然后呢 你统治上没有出大毛病 认可这件事情 到王朝末期 卡基 咱改天换地 是吧 那要不然那是选票 这是现代的 现代呢 就是说我一人一票 我同意你统治我 我让渡一份权利 这是现代社会 中国的不是啊 中国它既不是这个血缘传承 对吧 它又不是这个选票 真正的选票传承 选票复选 那怎么办 对吧 但它就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它整体的这个法统 这个法统呢 是一定是从这个开国 对这代君主啊 开国之君开始往后传 传到现在了 它才具备着合法性 具他们觉得的合法性 那你怎么可能去把这个老毛给否定了呢 对吧 那老毛干了那么多事前三十年 全他妈是折腾的 是不是 那除了除了你真以为只有文革吗 不是啊 刚开始的时候 肯定啊 四清不是吗 反右不是吗 对吧 这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实际是三年人祸 不是吗 这多少年过去了 折腾了死了多少人 到今天为止 反右真正的 真正的去平反了吗 还有四大右派 到今天为止没有平反 这就是为什么拖这尾巴啊 就是拖这尾巴就说那个事情没错 没全错 对吧 错的是我扩大化了 但是呢 他没全错 他这帮人还得有 还有右派 就这路数 那文革呢 文革是一样的 文革当时出了一个文件 大家就否定 全盘否定了文革 但是呢 始终他没有真正的把整个文革的这些 这些受到的这些伤害给你端出来 对吧 那可比日本鬼子在南京杀人杀的多 死的人多 不论是三年自然灾害 还是文革当中被打砸抢 打砸抢烧 然后呢 迫害致死的 远比日本鬼子在南京杀人杀的多 而且甚至于如果加上这个三年自然灾害 我他妈就 我就是为什么我说我特别烦这个 就是懒得去学这个 回国去让孩子学中文 特讨厌这事啊 就是因为你在这块你受的污染 就他妈这真严重 我随口就说出来三年自然灾害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那这三年 三年那个应该叫什么 算了管他叫什么 这三三年的三年的这个死人 饿死人 对不对 那反右打死多少人 那加上文革这个各种迫害 你知道就光这些东西 咱再加上这个建国之后 清理这几种人 什么地腹反怀 有各种各样的人 你知道那个比八年抗战 现在说14年死人都多 对吧 自己人杀自己人 中国人干这件事情 从来外来侵略者没有能干过本国人 就像当今圣上不是在这说了吗 说我们谁外来人想再想欺负我们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14亿人民会用自己的血肉铸成钢铁长城 是吧 谁他妈欺负你这些年 这些年全是自己人欺负自己人好吗 中国老百姓你想受外国人欺负 你得有这些资格呀 你没这资格 这说远了 那在这种状态下呀 就是文革呢 就跟那个我们跟台湾这关系似的 你看着呀 就是互相之间来往了怎么着怎么着 但是您发现没有 这个中国就是大陆和台湾之间 他目前来讲某种意义上说依然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一个战争关系 但是他不打了吗 对吧 那也像那个南北朝鲜似的 他们之间 你看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谈判什么 当时那叫停战协议 那个到今天为止 他没有一个不是一个和平协议 对吧 中国这个文革和文革后这个时代 跟这个有点像 就是说呢 文革一直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清算 所谓的人 你想清算一个事情 对吧 你想把它弄清楚 你比如说你建个文革博物馆 那肯定不能让你建 那冯继才老先生写那个一百个人的十年 写了十几个人就写了 那些东西现在也出也出不来 那比如说那个谁 高教授写的这个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 列为禁书 对吧 你所有这些东西 它都预示了一个结果 就是你那根血脉还在 而且呢 它必须还在 为什么呢 你一旦清算这些东西 就不光是清算文革了 那前面的三十年啊 直到你清算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你会发现那个时代 你别给我吹牛逼什么 当时什么工业基础之类的 那些东西 你在你这作为一个正常国家 你应该干的事是不是 什么一穷二白 你真是一穷二白吗 对吧 你苏联给你那么多东西 让你让你干这事 你苏你这 你这舔舔苏联屁眼都 他妈舔的舌头都 舌头还长倒刺了 你才弄的这点玩意吗 对不对 正常嘛 然后呢 你把这三十年 对吧 你给他跟后边隔裂了 你会发现自己的统治 是一个无根之木 对不对 无缘之水 他的法统是不在的 你盗统就不提了 盗统是什么 盗统是马列 你从根上讲 你从哪儿讲 中国文化 你这一刀断根 对吧 你是引入到外国 嫁接了一玩意儿 长出一丝不像来 是吧 你的盗统是没有的 你这个 而且你跟人家那个马列 也都不一样 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对不对 但是你别往下山揪了 所以呢 如果你盗统这件事情 在中国其实是不存在的 是吧 这个原来的封建王朝 它盗统是存在的 但是呢 一旦到了49年建政 盗统都不存在了 没有盗统怎么办 你就只能有法统 法统你怎么跟开国之军隔练 这也不可能 所以就目前而言 文革老毛45年前一死 大家都知道这事不对 这十年他妈太扯了 这个要真要出大事了 对吧 夸记 文革就结束了 但是文革结束 你不可能清算 不能清算老毛 可是呢 这个法统虽然在这里 但是你又不能 你不能给他扔了吧 可是你又把它弄成排位呢 天天提啊 这又不愿意 所以这三十年里啊 你就会发现 这不是这三十年了 这四十多年里 你会发现除了刚开始的时候那几年 就是这个 因为整体的惯性 你老毛的 老毛的各种诞辰纪念 还是死的时候的纪念 他还要往前走 在王后的时候 尤其是八十年代 这个东西已经被官方刻意的淡化了 然后90年代其实也一样 为什么呢 老邓主政 知道这里啊 这东西是有事的 别干这事 就老邓这边也是给摁下来 一般不太去讲这事 什么 即使到了两千年以后啊 两千年之后 您发现出一出一神人 就是毛泽东那孙子 那傻屁孙子 毛毛少将 毛少将这个人 其实你看他个人呢 我对他个人 除了智商嘲笑一点以外 他人应该是不坏的啊 这据接触过的朋友来讲 人其实不坏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 就是所谓始作俑者 其无后悟 你看这个老毛这孙子 什么什么傻屁操 他爷爷缺大德缺的 这是 然后呢 这个事情把他给放出来 是什么呢 是弱化老毛的神的形象 可是您现在您发现没 现在年轻一代人啊 确实不太 不太记得这些事情了 今天我今天在社交媒体上一看 确实有一帮人在那 哎呀 无恙无恙的在纪念老毛 但是主要共青团这个系统发力 是吧 咱们都知道吗 左派一样咬回的老毛那个时代 是吧 他们把老毛作为一个圣人 作为一个神来供 但是一般老百姓不拿这当回事了 这是这些年里 从邓小平开始 然后江泽民 然后胡锦涛 这些人 他们一直在弱化 就包括原来的胡耀邦他们 这帮人 他们在弱化老毛 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形象 这个你不能够再把它拿出来了 因为都知道 如果再把它拿出来作为一个标杆 中国社会还会出问题 但是当今圣上也没有真的把这个事情再拿出来 就是把老毛真的当成一个宠拜的对象 对吧 虽然他很多东西 他想追随先帝之脚步 成为第二个先帝那样的人 但是他知道自己 第一 拿出先帝这块牌位来 不一定有好结果 第二 真正的先帝的本事 他也拿不到 这个他应该还有这自知之明的 所以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很尴尬的事 就是 这个人 他有巨大的崇高的虚拟的地位 天天挂在天安门城楼子上 对吧 看着他的画像 看着他的尸体 躺在天安门广场 但是官方没有再像原来似的大肆的纪念先帝 官方这个纪念真的是差很远了 跟原来的力度 跟他所处的历史地位而言 他已经差得很远了 这个就是中国目前而言 对老毛 一个一种非常强烈的精神分裂 而这个精神分裂到今天为止 一直存在不说 他甚至于扰乱了中国未来的发展 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他切割 你没有办法跟他切割 你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完全去反思 这些曾经他干过这些缺德事 这些缺德事不能反思 你就一直会有一种可能性 重新回到那个时代 为什么咱们一说起这些东西 有时候经常会觉得说 我草民不会文革又来了 为什么 是因为你始终没有真正的跟这个地方去 跟他去切割 对吧 当然也不能切割 这些理由我先原来说了 所以我们始终会有一个担心 只要他的像还挂在那 他的尸体还停在那里 那这个东西你就始终会有一个 他哪天先关盖子做起来 让重新把中国又变成一片这种所谓的热土 但是也是地狱之地 好 谢谢诸位